一直想出道 但是我覺得就是順其自然 因為 又不講順其自然了啦 好啦說真的希望啊 希望現在馬上有人簽他 反正我也阻止不了他 他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進演藝圈啊 那我就支持他 就像當年 我小時候跟我媽媽說 媽媽我很想當明星耶 然後媽媽就PO我冷水 他說 然後騙媽媽說我要去同學家做功課 其實我都去偷偷去跑去比那種 村子裡面的歌唱比賽 說實話我真的希望他不要走演藝圈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走過來很辛苦嘛 那希望他就是當一個平凡的人 比較快樂 那也比較沒有壓力 他都會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媽媽你的過去我沒有參與過 我的未來我要自己把握 可以嗎 你不要那麼累啦 以後你靠我就好了 自己看自己的女人有什麼潛失啊 我覺得她很有潛能耶 我還買了一組電腦啊 她自己在家裡編曲 然後她都就是以Keyboard跟吉他 而且她有絕對音感 她自己會幫自己合音 那整個音樂做出來就是好像是 就跟人家在那個錄音室裡面做的音樂是 再來就是 她很上進耶 她常常去健身房練自己的身材 然後她是不吃宵夜的 她不吃油炸的東西 甚至她還會去看中醫調身體 她有交過男朋友嗎 沒有耶 我說啊有人追你嗎 她說有啊我不要啊 因為她說她事業沒有成功 以前她不交男朋友 她真的很有才啦 我說實話 只要有任何經濟公司啊 都可以來談